特別是約做BNO 大家知道那種踴躍情況 大家仍然稍安無躁 我不知為何你們這麼熱切要拿BNO 當然很開心 我看到BNO的速度很快 但很不開心 待會我亦要尋人 等多些人才會尋人 講尋人廣告 因為有些技術上的錯誤 令BNO已經來到香港 但找不到那個人 又或者找到那個人 人家都會照送 但那個人不在家 這可能是你 你明明給了一千多元 等著拿著這本英國護照 但你不在家 HL也找不到你 為何會有這個錯誤 我們先等多人 現在只有2500多人 我們不說 講一講為何我們今天會這麼痛苦 因為現在又收到這麼多信息 我要尋一尋人 或者你們自己都 如果聽到這句話 未必聽到 因為我們一天六節節目 未必聽到 都可以打電話給我 去弄清楚這件事 話說是說什麼呢 是說關於收BNO件 7月27日我們跟很多朋友 就申請個BNO 今天已經寄到來香港 話說是很快 今天是7日 大約11天 今天寄到來香港 DHL就會陸陸續續通知他們 但因為有些技術錯誤 我們那天有幾個同事做的 其中一些同事 因為是新的系統 他們應該落你們的電話 因為DHL要憑直著你們的電話 要通知你們 就落了我的電話 結果那些件送來的時候 就全部通知我 他通知我的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所謂通知我 其實他就有你的地址 沒有問題的 如果家裡是有人的 根本就沒有關係 他們一樣會照送去那裡的 但是他們為了白行 他們通常都會先通知我 希望約到我的時間 因為他不知道那個電話錯了 但是 我打開看 我又不是 他有些名字 他就不是用全名的 譬如馬健 就叫做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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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我通知不到你們 有些是給了全名我的 給了全名我的 但是呢 我記錄裡面又沒有你的電話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可能你的電腦錯誤 幾種錯誤 在一起 於是我能夠找到那些 我就通知他們 你打電話去DHL 沒問題的 給他們一個checking number 他們就改回電話 他們就可以聯絡到你 如果你們找到 如果不是 他就會送到家裡 可能沒有人 他會把全彎 他又不會馬上傳回英國 但是 始終都要看你們 有沒有緣分 聽到我的電話 你們就打去check 因為我不能夠 打HL要改的 因為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除非我讀了整個地址 所以現在 以下有幾個朋友 如果你聽到我叫你的名字 那你真的要找回我 六六九八二十二十二十九 第一個就是 Ho 何 姓何 的 我都不說了 K 何志 K OK 有一個叫 何由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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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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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叫 王偉 C 第二個我爆了 黃偉 第四個叫 梁 K 梁 我真的不知道誰 K 第五個叫 F Chan 那你們怎麼搞呢 F Chan 第六個是女生 Y Y Y 然後王 第七個是男生 U W 那你們怎麼找呢 U 第八個叫 Nam Nam 我看不到自己的字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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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知道那本BNO寄出了 我呢 就刪除了你的資料 因為我覺得 第一 我沒有議員 我沒有需要保留你的個人資料 第二 我是一個很乾淨的 總之沒有用的 我就丟 因為都寄出來了 我們還要用這麼多戰機的DHL 我還要保留你的資料 我刪除了 所以就找不到你的資料 有些因為我的電話 是搜尋了你們的電話 我當然能按出來了 但這些我就是不知道的 何次K 何 又 H 王 惠 C K亮 F 王 Y U 我看不到自己的字 玉亮 CAM 還是什麼 可以打電話 我現在只會送去城寨 打電話 每個人都要關電話